早上实在是一个非常罗曼提克的早晨 进入的信息也是罗曼提克的信息 讲到我们需要借着活在神圣的罗曼实力 来经历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主啊我们要经历这个分赐 有很多的一种方式 我们上一周讲到这个神永远的福分 我们经历他的分赐 有弟兄姊妹交通好像吃牛排 那这一周啊我们要来经历这个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不仅是吃牛排而且是谈恋爱 这是神圣的罗曼实 要活在这个神圣的罗曼实里面 来经历这个神圣三一的神圣分赐 那非常摸着今天早上的这个成心的成岛里面呢 是在摸着两个重点 第一这个婚姻乃是罗曼提克的婚姻 第二这个生活乃是罗曼提克的生活 从福音书就讲到基督是新郎 我们是新妇 到了启示录仍然主说他是新郎 他要来娶我们的新妇 所以新约从头到尾都说出 这一个罗曼提克的婚姻 这个婚姻乃是一种的生活 所以今天早上第二个重点 就是我们需要过一种生活 因为我们与他有一个源头 一个性情 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应该过一个生活 这个生活仍然是罗曼提克的生活 圣经是一本罗曼提克的书 雅歌就是罗曼提克的摘要 我们与主的关系 应该是罗曼提克的关系 我们做基督徒 应该是罗曼提克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与主之间的生活 也应该是罗曼提克的生活 这个观念是非常 与我们天然文化是不同的 今天早上我想很多弟兄姊妹 我们都不太习惯 因为要叫我们跟主说 这个主啊我要拥抱你 我要亲吻你 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特别是姊妹们 中国的文化都是丈夫亲吻妻子 都是丈夫拥抱妻子 妻子都是被动的 等待着拥抱 或者等待着亲吻 我不知道姊妹们阿不阿门 但是这个李丁教我们 这叫做陈太太 这个在神圣的属灵的罗曼时里面 我们这些做妻子的 不能被动的等待 主的亲吻和拥抱 我们要主动的跟主说 主啊我要拥抱你 我要亲吻你 很多姊妹们可能说不出这样的话 弟兄们可能也说不出这样的话 所以这一周啊 讲到这个神圣的罗曼时 的确是最纯洁 最甚别的意义上 我们要在这一周啊 来操练过这个罗曼提克的婚姻生活 那讲到要在神圣的罗曼时里 必须是在我们的灵里 弟兄姊妹们 如果我们不是在灵里 我们就很难过 这样神圣罗曼提克的婚姻生活 因为这个不是在我们肉身的文化里 只有我们回到灵里 我们才能够这样 罗曼提克情深的对主说 主啊我要拥抱你 我要亲吻你 这两句话 看望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周啊 甚至我们一生 都要常常这样的操练 对主说这两句话 主啊我要拥抱你 我要亲吻你 那感谢主这一周的承导 盼望弟兄姊妹更多 需要操练在灵里 只有当我们在灵里来祷告 在灵里来与主交通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越过我们文化的限制 李兄姊妹甚至告诉我们 这个在灵里啊 就好像打拳一样 这个我们打拳的人呢 他是要操练他的拳头 那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需要操练我们的灵 操练我们的灵到一个地步啊 就好像打拳的人操练他的拳头一样 一出拳就是有重量的 一出拳全身的力量都是在拳头上 那我们一祷告我们就是在灵里 一祷告我们的力量 我们全身都集中在我们的灵里 这是我们需要操练的 盼望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周都活在这个神圣的 罗曼提克生活里 活在这个罗曼提克与主婚姻的关系里面 学习向主说 主啊我拥抱你 我亲吻你 阿们